再來看第五把 這把一樣挺多人說BP問題的 這個首選卡瑪到底在幹嘛 卡瑪這邊選出來 等一下 我們繼續講 這邊前面都把凱特林BAN了 但最後一BAN BAN的拉赫斯 把凱特林放出來給對方 因為前面藍方都贏了嘛 所以在子方你勢必要改變一下 你不選我選啦 那這邊T1這邊也很聰明 然後T1這邊解出的解答就是 選了卡瑪 反正你選啊 你選誰我都不輸你啊 我有卡瑪我對線無敵啊 你沒有拉克斯 你拿誰打我 卡瑪現在就是先霸 那選阿齊爾 然後BAN打阿齊爾 前面也有看過 前面前三選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也是 就選下二薩斯來強化 你敢放二薩斯那你就有東西打 你藍方敢放二薩斯 你就一定有三次以上可以打 那這邊只BAN一隻雅尼 那個李星 那我覺得這邊就比較可惜了 那我覺得前面葛雷夫其實發揮都蠻好的 那這場為什麼不能繼續葛雷夫 這點我是有點疑問 那再來就是這個關的選擇 其實我會比較偏向AD鬥士 他這邊法鬥士也是有點AP的 然後加上維克特是一個大AP 然後這個卡瑪 那這版本大西魔劍又這麼強對不對 還選下一個關就比較吃虧 不過這是他們的選擇 他可能選擇覺得二薩斯的解法 剛剛菲歐拉可能要配豬女 那我單一隻要怎麼解 那就是配關 那最後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去選 葛雷夫可能考慮到 摸不到對面 這種手太長的 葛雷夫可能不太好發揮 然後最後選下一個人馬 巴德人馬 巴德對面這兩個沒位移的 又可以配凱特 這也是蠻亮眼的 那前面 一定用到自己這個維克特的打線 有拿到一些血量優勢 那維爾哥再找到一個機會 好閃現 這邊就是選手個人 不敢打的話 畢竟人就被有點卡住了 但是其實這邊還是要推還是 可以推 那就選擇跟對方打 但是Q2Q3沒躲掉 但是下路選擇是他們是有達到自己的想要的東西 下路選個打線角 破尼凱特林前面打線優勢 那又有拿到塔皮 其實這邊也是挺賺的 那再看對日子 因為自己上路拿到優勢了 其實這邊開的都有點 隊友都不知道你要開了 這邊其實DragonX還是慢了 巴德一開始往下走 巴德應該先靠過來 然後這邊菲克其實也是閃現閃著好了 人馬還有大招他就閃了 賽前分析會說 這卡拉奇的勝利DC有原因 你就去看他這個推 這波感覺明明明是必贏的團 為什麼他又把人給推錯了 除了幾個推不太好以外 其實還好沒什麼問題 這邊就是後續又繼續抓 菲克沒閃 又抓到一波機會 但後續也是 這個阿奇也玩的蠻好的 可能玩的都比我還要好 這個EQ過強 玩的要直接把人馬給拿下來 兩邊打野也是在找機會 這邊宙斯又被殺了一次 那他這邊其實已經有點管不住了 他又死了這一次之後 那第二條預算是DragonX這邊先動 想把預計者給拼掉 但是回血了 那個仇恨沒拉好 那這邊其實Poke也挺強的 法洛斯加卡瑪這邊一直Poke 然後被Poke到其實有點吃不消 所以還是把預計者拱手讓給對面 再來這波B中塔 因為剛剛人馬抓下路的時候 把大給用掉了 這邊招式女士沒大 但這邊法洛斯也把大給空了 這邊是最肥的法洛斯 那再來卡瑪就是把這個E給用掉了 所以他是沒有R1的 他這邊拿RQ來抓這個巴德 沒抓到 這邊就變成掃子那個唯一的拉扯 法洛斯前面被逼閃了 他這邊也沒閃 然後後面再TP一個很好的位置 那2x前面這把有點太肥了 兩個人打他 三個人打他幾乎不扣血 這個能被偷到 對方是知道法洛斯在拉弓 他是直接從那邊眼上走過來 直接從小兵那邊走過來 那又掉了這個巴龍 那其實T1這個巴龍後面的處理 也沒有處理好 這個阿琪爾是沒TP的 所以他們大可以 不用那麼多人再下 分一個有巴龍Buff的人去中 因為Fake剛剛那邊是指掉了 他Fake這邊是沒有巴龍Buff的 中的兵是沒有巴龍Buff的 中的兵是沒有巴龍Buff的保護 他這邊應該找個人去陪Fake 因為這邊其實阿琪爾在上路看到 沒道理這個中塔是拿不掉 這中二塔沒掉蠻可惜的 就是這個在轉線的部分沒有轉好 那這邊其實先抓掉了巴德 可以來動這個巴龍 有點太急了 沒有先把這個中路線給處理好 就變成 就急著動 急著動這個巴龍 那這邊其實這邊咒斯帶來都有點深了 利用巴德這個游走能力 直接去上路把這個咒斯給抓了 但這邊其實也不太敢動巴龍 這邊先勾引一下 勾引到Fake 這邊直接過來打 又被勾引到了 但這邊狀態也差了 也不敢動這巴龍 這邊咒斯立功 這邊抓到Debt 把Debt閃現打出來了 然後二殺是為了救他 掉了自己的人頭 掉了個Shut down 對方這時候也可以來吃了 人馬剛把重擊交掉了 這邊其實踢完兵線 又沒處理好 他們又一路沒帶 因為你打凱特琳 還有阿祈爾 這兩隻陣地這麼強的角色 你一定要兩路進去 那下路沒塔就隨便 但是上路沒人帶 雖然說抓到了人馬 但是你上路沒人帶 你其他路 你也推不太進去 我拿那個土龍魂換你巴龍 我什麼東西都沒掉 JDG的時候 他們這個 在吃完巴龍的 帶線處理上 是有些地方會沒做好 他們可能忽略了凱特琳 的清線能力 或是他怕被強開 種種考量讓他們沒有去 利用這個巴龍去做到更多事情 但是就蠻可惜的 到遠古龍團 那這邊下路是有超級兵線的 這邊其實是大腿去等下路兵 雖然說這邊凱特琳在清了 但是比較可惜一點是 這邊巴德是旅扣出來的 這邊是應該是 照理來說是沒事也 他這邊照到了 但是他沒有選擇 直接開在巴德眼上 他這邊是丟了個1 把自己的加速破掉之後 然後是把自己大招開了 然後這個也沒排到 自己閃線被逼了 自己閃線被逼出來了 那這個閃線跟大招空了有什麼後悔 就變成壓力在這裡 我下路兵線超級兵過去了 壓力應該是在DragonX這邊 因為他們不清下路兵線 他們上路兵線也是擠過去的 這邊其實壓力就很大 這邊壓力其實就很大 TY這邊的溝通就是 對方一定要去防守上 不然他們就很慘 這邊都做好要O-In的準備了 這邊都做好要開戰的準備了 那比較可惜的是 Owner這個W沒有擠滿 他就是選擇在這邊直接丟 直接丟 沒有選擇擠滿 變成那個CT時間不夠 讓這個巴德逃生了 然後 卡瑪也是 扣了個點燃 其實這邊是大可以閃線點燃的 因為這邊一定摳說 隊友對面一定要你去防守上 所以這邊就直接O-In了 正常隊友會去守上 結果變成 隊友Faker都交閃了 結果你輔助沒交閃 威爾哥大招也空了 威爾哥大招閃線都空了 交了兩個大招都沒中 那這邊壓力就在這邊了 拖到巴德大轉好 虧了就是T1這邊 那這邊自己掃了這麼多大招 肯定是接不了的 這邊壓力在T1這邊 所以他選擇開這遠古龍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因為他們這邊不能等到巴德大轉好 之後再開 巴德大轉好再開 這邊這個AD沒閃 威爾哥特自己也沒閃 所以他們選擇開這個 那其實Owner這邊是有閃 他這邊是隱形起來 因為這邊打是肯定打不贏的 你去偷 我們去偷拆 因為一直有在拼下路線 Juggest也是知道下路線很危險 這邊感覺絕段時間有點晚 這邊想偷龍 想偷龍 不可能在夾子上面偷 太危險了 他這邊隱形起來 躲在上面去偷 這是比較有機會偷到的 但我覺得在打其實都不會想這麼多 我們直接選擇再打 這時候一定全心全意在focus在遠古龍 那個兵線這種東西偏難啦 唯一的贏法就是偷遠古龍 很奇怪吧 打到要去賭這個遠古龍 是不太好啦 但打到這裡 就尊重他們的選擇啦 畢竟用偷的還是有風險嘛 那誰拿到遠古龍誰就雙龍會很難打 種種前因後果導致的 TP下來那一刻大招空了 那一刻開始起各種變化 大招空了之後開始慢慢虧 那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 後來在B1的時候眼鏡沒排掉 兩個人站在眼上被巴德逼閃 被巴德逼閃之後 這個就很難玩了 讀書了 遠古龍沒中打 唯一的解法就是 威爾哥開1 然後隱形繞去上面 然後想辦法偷 卡媽給視野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隊友很容易被斷 因為沒有人頂在前面 他站在前面也是 也是一個吸引炮果的作用啦 就蠻難的 這把其實我覺得 選卡瑪沒什麼問題 他們下路也打贏了 貝瑞這邊採訪也有說 他覺得會打到後期 但因為他前期不肯拚過對方 所以他只能拚後期 這讓這個三選二薩斯給拚到 就是他們相信他們的二薩斯 那這邊T1就是相信他們的咒勢可以去解決 你前面都有拉扯到啦 經濟有咬住了 但是對最左邊來說經濟有咬住就不OK 左邊希望經濟可以拉到三四千那種 三四千五千那種差距會比較好 關跟威爾哥 我覺得這兩個pick要想一下 有葛雷夫你不選嗎 雖然說可能考慮到這個會戰可能不太好打 還有關就是 這個考量到大吸魔劍的問題 來總結一下 T1打抓跟S 我前面預測3比1嘛 沒想到啊 沒想到啊 有人有想到嗎 我看很多賽評 預測好像只有IMP跟Clearlove有預測 DragonX會贏 真的是像茶燒講的童話故事上演啦 因爲你從前面的狀態來看 KINGEN在打監局的時候都玩坦克 沒想到他突然冠軍賽掏個鬥獅這麼猛 把鬥獅打爆了 那我覺得T1不繼續選二薩斯是蠻可惜的 T1太早放棄二薩斯了 DragonX他很堅信 他覺得自己的陣容會贏 他覺得賽勒斯OK 我賽勒斯前面輸了一把 沒關係我繼續選 這場看下來 不是二薩斯問題 是宙斯有問題 除非阿寧以外其他隻都表現得一般般 9桶不錯 但是他今天這個鬥獅就是狀態的一般般 第五把給你Counterpeak 二薩斯你有得解嗎 OK 教練相信你 然後你選了個關 然後被人家單殺 Faker的問題也挺大的 維克斯打賽斯那把問題蠻大的 其實這個系列賽也被抓的蠻多次的 遠程打近戰就是不該輸兵的 因為自己 貪了一波線 貪了去亂人家recall 然後 才拉到兵線了 就變自己爆線 然後隊友跟你講 消失你也沒提防 然後被對方打的狀態 我反而覺得下路是蠻亮眼的 在打線期上 第1下路是蠻亮眼的 但是就是 他們陣容嘛 就是選擇是來打線的 那個會戰 建立在他們的陣容 要有一定的經濟遊戲上 聲音我覺得都蠻精彩的 傳奇啊 這次世界賽也是寫下紀錄 歷史上總決賽最多人觀看的 那我覺得這兩隊真的都話題性滿滿 傳奇性滿滿 十年魔一劍啦 戴普特終於贏啦 老司逆襲 一路從路維帥打進來 他才是真正的不放走 直到夢想到手的那個 代言人 2020那個狀態 加上他自己的傷病 台灣運彩嘛 我有玩一下 那時候我沒相信戴普特嘛 就那年每次都給我落賽 我那年也是對他超生技的 我那時候有朋友戴普特粉 以後有戴普特我就下對面 包贏 果不其然那年我後來一場輸了之後 下對面 贏了不少 就題外話了 反正他就度過那些低潮我覺得是最厲害的 帶著一些 退隊流隊友 打出這種成績 值得敬佩 值得敬佩 那就謝謝大家 那這次我們的 復盤就到了最後 謝謝大家這次的 陪伴還有觀看 那有什麼意見也是 讓我知道 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不好 謝謝大家文西們 下次見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